感谢上帝人点 那我们今天可以透过网路视讯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福音戒毒 等一下呢 我们是清醒羽茫的课程 等一下我们会把时间交给崇德老师来见证 那也会见证完以后呢 会留名的牧师会来分享 那开始之前呢 我想跟线上的同工们先打个招呼 我们看一下有哪里的戒毒村 满乐福 还有看到了三峡 七谷直门讯 太北门讯 还有美农村 田中辅导所 台南辅导所 这是加拿大是吧 浴福在哪里 浴福 香港的龙宋团契 分园 台东村 云东辅导所 赵路山庄 尾堂传道 尾堂传道 尾堂似母 尾堂似母 亚杜兰 基隆村 龙超 龙超传道 好 感谢上帝的恩典 跟大家问好 好 我们一起 有害官华协会 亚杜兰 好 家属团契的 好 非常欢迎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第一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主 透过网路视讯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担 主 我们透过见证 透过神的道 我们要更多的 让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多的明白认识你 主啊 我求你来帮助我们 也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视讯 所有的网路设备都能够顺畅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清楚 谢谢主再次的仰望你 求主来带领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很快的把时间交给崇德老师 崇德老师 那目前是在七谷直门训 好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崇德老师 各位牧者同工 线上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姓廖明崇德 我目前是在七谷学院当老师 我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 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 来讲述神怎样带领我 神怎样来改变我 那既然是改变 我就先讲讲我以前的我 我是台北人 那我今年53岁 我是生长在一个小康的家庭 因为父亲是公务员 而是因为父亲跟母亲从小就离异了 虽然后来父亲有再娶 但是中间还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是由我的祖母以及父亲这样子带大的 父亲也常常就因着交际应酬 或者是他喜欢打麻将 所以说常常有时候晚上都没有回家 所以说造成那时候年轻的我 常常回到家都是一个人在家 所以说当我考上五专科学校的时候 我就常常是往外跑 而且常常跟朋友私混在一起 那时候的父亲也可能是因为 觉得说没有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后自己又常常没有在家 所以说他对我在外面跟朋友私混 甚至常常都没有回家的情况 他也是很放 就是等于是放纵我 也没有太去管我 那于是在专科的时候 我就因着跟一些外面的朋友 就一起有喝酒的这个习惯 那有一次就在喝酒的中间 就有一位 我那时候是称为大哥哥 他就拿出了安非他命来 那时候在我那个年代 安非他命它并不是一个 还没有是管制的药品 就是还没有立法 那他只是说 这个跟抽烟一样 可以试试看 那于是那一天 我就跟这位大哥哥 我们就一起用了安非他命 那当然就是一整夜没有睡 那从此之后 我就常常的去找这位所谓的大哥 我就常常去找他 常常跟他一起在用西石安非他命 那时候我有说过 我是在读专科 那我晚上我是在酒店 我是在当少爷 那就也因着 这样子我必须要早上要上课 晚上要在酒店当少爷 所以说我就蛮沉迷于 吸石安非他命的 一方面可以让我说 保持有精神 我可以不用睡觉 那再者方面是 那时候吸了安非他命之后 我喝酒 我也不容易醉 对 那就这样子 我吸石安非他命将近快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那两年之后 政府已经立法了 就是这个已经等于是犯罪 然后又因为 这个大哥 他因为吸石安非他命 然后他猝食 然后又加上朋友的一些劝阻 就变成我 那时候我渐渐的就脱离了 这些的朋友圈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 再一直吸石安非他命 但这所谓的身影好戒 可是心毒难除 吸石毒品的快感 就像一个猛兽一样 还是制伏在我的 藏在我的体内 什么时候还会再跑出来伤害我 这个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想每当我遇到一些有压力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常常会想到这个毒品 安非他命 那你就在我毕业后来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在工作场合 我也是跟朋友去 下了班之后 我们去吃东西 他就聊着聊着 又聊到了安非他命 正好那时候工作上有一些挫折 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好像真的 又遇到那个初恋情人一样 根本是毫无招架之力 我跟这位同公司的同事 又马上跑到汽车旅馆去 又再次的使用安非他命 不过这一次我真的是深深的被勾住了 我使用安非他命之后 我为了要应付除了买毒品的钱 还有一些吸毒之后玩乐的钱 我就开始从我的工作上面去想办法找钱 因为我本身是做业务的 所以说我就想办法去私底下去收取回扣 然后再来有一些钱之后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钱 我就自己去挖公司 原本公司的客户 自己挖出来 然后自己又成立了一家 另外的一家贸易公司 其实在外表看 好像是很风光的一个外表 因为我好像是一个老板 可是私底下 我晚上的时间 我都是在吸毒 我所赚取的这些钱 也有很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用在我的一些玩乐上面 甚至是吸毒上面 当然大家知道 这种经营公司的模式一定是不长久的 就在两年过后 有一天 我发觉 公司 亏空了将近快要一千万的货款 那也是因为说 我吸毒之后 我根本没有用心在经营这个公司 以致导致亏空了这么多的货款 然后我因为还不出这些货款 然后我就被追债 相对 我也搬离了原来的地方 然后公司也因着 缴不出这些货款 到最后的命运 也就是停业 那时候 我吸毒 我吸安非他命 甚至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 我变成 而且我被外面的追债公司 外面的厂商这样追债 那我就搬离了原来台北的地方 然后到了新北市 可是我后来又搬到桃园 那那时候一方面 自己身上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金钱 再者 我是已经有意识到说 我自己的神智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那段期间 我没有去拿安非他命 然后我改用喝酒来代替 就这样 我又对入了另外一个 酗酒的这个深渊 而且我整个人 我可说真的是因为酗酒 真的变成一个真的是烂人 我因此不敢去面对我自己闯出来的祸 我就真的是每天酗酒 然后早上起来就想喝 然后喝到死算了 就这样子 也不去工作了 然后家里也不照顾了 那时候还有老婆跟小孩 结果有一天 我记得是在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跟老婆的关系已经非常的差了 有一天过年的时候 然后我一个人过年结果那一天 我一样我有去拿安非他命 然后我还有去吃精神科的药 以及我还有酗酒 还有喝酒 就那天的晚上 我就自己放火 把我自己在桃园租屋的地方整个给烧掉 然后那时候我就被送到神陶 然后送到精神科里面去 我被强制在那边住院 住了一个月 就这样子 我有开启了我 往后我住精神病院 我反复住了将近七次 那中间我的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然后小孩也是 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抚养能力 那小孩也是 等于说是跟前妻归给前妻 抚养权也是归给前妻 就这样子 我的生命就是更没有盼望 我每天真的是浑浑噩噩的 我就是每天喝酒 每天的酗酒 每天的酗酒 当然有时候 也是会去拿安非他命 就这样子 一直到 有一次 我入肩服刑 那 我在监狱 听到 晨曦慧的弟兄 来到生命 来到这边做生命的一个见证 那我很清楚他那时候 他阐述他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那也讲述说 上帝是怎么样的改变他 从时他也有说了一句经文 我想也是 陈修卫的每个人 大家都常常都应该都知道这些经文 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就是诺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新造者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那时候 我是受洗人 我在下面 我看 我听他讲的生命的历程 我觉得 跟我的生命历程 真的很像 我一样我也找不到出路 我也好想要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若是认识这位上帝 真的是可以让我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时 我愿意 我愿意 那时候我自己在监狱的时候 就默默下定了这个决心 相对 然后后来 我回家之后 我也有请 出狱之后 我也有请家人帮我报名成熙会 可是第一次 我还是很叛逆 第一次 我报名之后 我又没有来了 然后我又在外面工作了 与其说是工作 也是断断续续的 等于说有一点打零工的性质 我也在外面 就是赚点钱 然后就是每天还是喝酒 还是续酒 然后 有多一点点钱 就去拿一点毒品 然后又喝酒 那一直到 我母亲 她去法院 去办 等于是要强制我说要不能回家 强制我说要距离他们多远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精神状况已经很不好 我常常会在我的睡的地方下面会放刀 或者是放一些危险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跟我生活在一起 结果后来法院 可是我母亲记得说我曾有跟她讲说是要到晨熙会过 所以说她记得晨熙会这个地方 所以说她就跟这个法官说希望我可以到晨熙会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也已经真的是没有路了 也正是所谓的 真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路 我就想好 那我就进到晨熙会吧 第一次我进到晨熙会 我是进到大辽村 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路了 所以说那时候其实我进到大辽村 我是觉得很温暖 该怎么说很温暖 因为之前我在酗酒吸毒的时候 我甚至我晚上我不太敢一个人睡觉 可是到了晨熙会 旁边有弟兄陪我一起睡 然后有弟兄可以陪我聊天 然后甚至有老师来关心我 这真的让我感到很温暖 因为我相信每个吸毒酗酒 到最后的人都清楚 到最后是没有人会去愿意去理你的 那相对于到了晨熙会 这个团体里真的让我感受到温暖 感受到爱 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份爱是从神而来 再之后我在晨熙会 我待下来 然后我也在其间 我也开始来读圣经 然后也看到 奇怪很多老师 他们因着信靠神 而被神改变了这个榜样 也让我说 越来越对这个改变的神 改变人生命的神 产生一个浓厚的一个兴趣 所以我就更加努力的追求 来读圣经 结果我终于了解到 原来神就是透过我身边的这些人 来彰显他对我的爱 当我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开始我的眼光不光光 只是看到我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 我反而会去将眼光去放在别人的身上 去学校说 我怎么样去从别人身上 可以看到说 我自己可以像老师那样子 可以帮助到怎样 我也期望说 神可以使用我来彰显他的爱 当然 我后来我也受洗了 同时 我也决定说 我要报考晨曦门训 来做这一份对人有益 然后又可以服侍神的这份工作 但是 其实 我考晨曦门训的过程 并不是很顺利 我总共考了四次 当然 第四次我才有考到晨曦门训 其中我有第二次没有考到的时候 我也有说 有一点负气 我就跑到外面去读神学院 我要证明我自己说 其实我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就去外面读神学院 但是我读了一年之后 我又因为生命的软弱 我又回春了 我很感谢神 在我每次考不到的时候 神都很保守我 让我不会说 有其他的想法 所谓其他方法 就是想要离村的那种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事告诉我自己 而且我真正深深深的体会到 真的 在晨曦会这个大家庭里 在神的这个家里 我真的是充满着 许多的平安跟喜乐 所以说 相较之下 这些的平安跟喜乐 真的是远远胜过那些 我考试考不到的那些不如意 所以我才会愿意说 一考再考 即便是说 我去读神学院 我一样也是说 坚持要走 不是神这条道路 那第四次 感谢神让我考到了 晨曦会的门训 到晨曦会的门训之后 真的就是我更深认识 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的开始 透过晨曦会门训 四年的神学课程的教导 以及我们平常我们假日 我们要到教会去实习 然后四年结束课程之后 还有半年要到春家去实习 我觉得透过这些课程 除了让我更了解这位爱我的神之外 同时也可以让我将我所学的 不光只是好像只是知识而已 对神的认识而已 而是可以让我真的是身体去实践出来 那真的是很感谢神这样子一路的带领 当然在毕业的时候 虽然我之前也因着吸毒酗酒 我失去了一段的婚姻 但是神他也很爱我 他又是我一位爱我的姐妹 他同样也是晨曦会的同工 他现在在姐妹之家当老师 那真的是很感谢上帝这么爱我 是给他来跟我一起来服事 然后一起来走这个未来人生的一个道路 特别是说 其实他跟我的年龄也是差蛮多的 但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 他对神的爱 他也爱我这样的 被神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我们婚姻之中 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主 在我们的婚姻中做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可以让我们在婚姻中 我们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们都会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 然后靠主 我们可以来彼此做非常好的一个沟通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主里面 我们可以再次的和好 然后同时我们也因为 我们婚姻也因为有 共同的一个信仰目标 我们也很感恩 我们也愿意真的是 终生尾声在晨曦会这边来服事 我想这是我跟我妻子 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自己的 那今年除了结婚之外 还有就是说 我已经结束了在台东村 半年的一个福音戒读的 村家的一个实习 那感谢神 这样子持续的带领我 也训练我 确实在村家实习 我也会有遇到许多的一个挑战 但是特别是 可能身份转换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爱弟兄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教导的挑战 但是我一直相信 若是你爱传讲神话语的神 神自然会赐他当说的话 然后会赐他如何去教导弟兄 虽然我还有非常非常多要学习的 而且我的服事 也才刚开始 因为我相信服事神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是我永远都是抱持一个 非常感恩的心 在晨曦会服事 因为我相信说 神拯救我 就是要使用我来 回头来帮助这些 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我也相信这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旨意 那在往后的日子中 我也会跟我的妻子迎提 我们也会真的是感恩神 并且尽力来服事神 然后尾声在晨曦会 这是我简短的一个生命见证 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刘明和牧师 谢谢 各位同工 大家晚安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崇德的分享 那么四次才考上 这一种的坚持 很有毅力 不容易 但是呢 他对神有信心 有盼望 他依然知道 自己在戒毒 这一条路上边 离了主 他不能做什么 所以神 也在这个考验的过程里面 成全了他 这样子的心智 并且 还成家了 而且两夫妻 都是过来的人 又在晨曦会服事 这是好的无比的 这个见证 好 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目叫 清醒与忙 清醒与忙这个题目呢 是一位井教授 文化大学的井教授 他要拍一部纪录片 来对青少年宣导毒品的害处 甚至于是反毒 可是经过一个基金会的介绍 他就来到我们晨曦会 接下来晨曦会 也是想拍一部这样子的片子 来作为反毒的一个教育 可是当他进到我们晨曦会 跟我们接触之后呢 发现晨曦会就不止死 只有一个戒毒的地方 来帮人戒毒而已 我们有辅导部 也有这个行政中心 含有了九个戒毒村 他在拍摄的访问的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个内容 非常的丰富 可能拍一集都不够 而且同时 他跟着我们到每个戒毒村去 访试的时候 去关怀的时候 又在从台北到高雄到屏东到台东的路上 遇到了很多戒了毒的弟兄姐妹同工 他们就接待我们 欢迎我们又在讲他们的见证 因为他们都在各地不同的教会来服事 请教授就发现这个拍一部两部 三部都不够 结果一拍一拍了五部五集 这个福音戒毒的这个纪录片 非常的丰富 题材非常的丰富 那后来请教授 他们就在美国的电影节 基督教的电影节 升起 看看这样子的纪录片 他们看了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观感 或者是接受度到什么程度 竟然得奖了我 在美国得奖了 得了好几个奖 得了好几个奖之后 我们就在美国播影 放这一个的电影片子 或者纪录片子 叫做首影纪录片 一个在圣河西 北加州 就是在三番市那附近 一个就是在南加州的洛杉矶 都得到很感动很感动的回应 我们也在加拿大放这样子的一个片子的内容 那我们也在台湾来放 那所以这个清醒羽毛呢 他是看到福音戒毒的见证 有一些人真正信了耶稣了 有智慧的心 有生命 有新生命 有一个清醒的生活 清醒的心智 清醒的头脑 跟随主的角中 如同刚刚 这个 这个 崇德啊 他在讲见证的时候 有条有理 而且呢 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那不是在喝酒吸毒的时候 能够做得到的 那是一个新生命的见证 那也是一个新生活的见证内容 茫 茫是什么呢 就是茫 茫啊 就是吸毒吸到迷迷糊糊 然后呢 产生了一种麻醉的感觉 茫茫然 无论是心智 无论是头脑 无论是身体 都变成了一个茫的一种 表达的方式 就是混乱了 迷糊了 很嗨啊 也就是说呢 就是感觉到了麻醉的 这一个的光景 这一个的对比呢 只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用这个题目 来用不同的同工 老师 还有呢 弟兄的见证 来见证 一个人在基督里 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区别 跟我们没有信耶稣 在吸毒的生活的混乱 茫茫然 很茫 吸了就是迷迷糊糊的 做人做事 甚至于是头脑 心智 跟在基督里的那种的清醒 那一种的精神 那一种的 在主里面呢 奋斗追求的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我们很盼望 有同工 或者是晨曦会 包括了美国 因为时间有些时候是在半夜三四点就不方便 如果能够方便的话 我盼望同工尽量上线 来参加晨曦会 办公室这边所办的一些讲座 教导 甚至请讲员来分享的一些课程内容 今天早上 我们在 我们晨曦会的办公室 有两位毕业的 学生要来证道 这个毕业就是在我们的戒毒学院 门训 在分园那边 读了四年 将要毕业了 这一个呢 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们 可以从他们的分享 来看自己 在明白神的真理 活出神的真理 到不同的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而我们的同工呢 一方面 可以是旧的同工 老的同工 走在前面的同工 可以来给他一些鼓励 也可以来给他一些的赞赏 也可以来给他的一些的提醒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和需要 因此呢 我就盼望 所有晨曦会福音戒毒 或者是其他福音戒毒的同工们 一同来看 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带领福音戒毒来做这个工作 到了结果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 来激励我们自己 又来充实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经验 别人的教导 我今天听这两位同学 在分享都很有教导性的 我就想到一个吸毒的人 能够借得掉吗 教育不能够帮助 亲情不能帮助 医学不能帮助 环境不能帮助 司法不能帮助 坐牢不能帮助 自己不能帮助自己 能够借得掉吗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可是圣经说在神凡事都能 那就是福音 福音是神的大能 这个重点非常非常需要我们 常常的去思考 常常的去奠念着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讲法 所以我们叫福音戒毒 不是说叫个口号 福音戒毒 什么都没有 就叫福音戒毒 参加诗也叫福音戒毒 做一个祷告也叫福音戒毒 它是有非常充实的内容 在主的带领之下 圣灵的感动之下来 去进行拓展 做这个工作的意义 戒除生命和福音的果子来的 那么我们的同学 讲到这个的圣经 都提醒我们 比如说劝戒 第二位同学景洪 他说劝戒 福音戒毒就是要劝戒 你官司戒吗 戒前面要劝他的 多一分劝勉 多一分鼓励 多一分的辅导 多一分的关怀 就多一分的结果 所以一分耕耘是一分收获 所以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现在的同工呢 不够劝勉上边 不够下功夫了 守规矩啊 不行了就离开了 你说我劝了 劝了两句就不想再劝下去了 也不跟他祷告了 也不跟他做 你说有啊有啊 那以前呢 我们有啊有啊 拼到最后一步 我们才才让他离开 做到极限了 尽量的挽留人留下来 对不对 那还有呢 我们的豪人呢 他也分享了 非常好的这个圣经的内涵和教导 所以呢 我们听他们在讲道 就发现呢 这个人在吸毒是什么样子 到了成熙会去戒毒 又到什么样子的阶段 现在读完门讯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在毕业正道的时候 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思想和见证 所以呢 做一个福音戒毒的工作 十年八年 栽培一个人不为过 那需要投资 需要教育 需要建设 因为福音戒毒是做人的工作 救人的生命的工作 而不是说 做人所需要做的事情的工作 那个也要做 那么人嘛 跟事嘛 人事人事分不开 有需要帮助人的 就有要帮助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重点 很多时候在处理 人需要做的事情上面 去在做事 忙得很 但是这个人 没有真理 没有改变 没有信仰 他就是跟着我们这个框框 一直这样子下去 这个声音什么呢 跌倒的机会 是很高的 但是你说 难道 真正的在这个上面 跟着这个脚中走 就不会吗 也会 原来那个崇德也是很挥广 但是我们要看 我现在想说 韩式 有真正改变的人 那个福音的大人 就是把人真正改变 那个生命的气质 生活 盼望家庭 还有全能康复的一个力量 这是在人身上 他有讲那个 他还等着讲 要吸毒 所以我盼望 能够上完的人 多来听这种 从我们办公室 产生出来的课程 内容 讲座 这个对那些 来戒毒的人 听了之后 有鼓励 他都改得不错 我以前认识他 很有激励 对我们同工 也很有鼓励 我们看见福音的大人 怎么彰显 我们看见福音的大人 不是讲我们的成就感 是讲这个人的生命 在神里面 被主得到的改变 这是非常激励的人 我们一生人 我们被造的目的 就是荣耀上帝 而被呼召的一个意义 就是一生人 就是要传福音 传福音 传福音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人 而福音的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救赎 我们不是不要谈别的 谈 但是在救恩上面 只有耶稣的救恩 除此之外 别无拯救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的圣经 马太福音 十九章 十六节 从不可能到可能 马太福音 十九章 十六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呢 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骨卷座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下一节 他说什么 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好 再下一节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二十一节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二十二节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二十三节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了 门徒听见这话 就稀奇地很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故事的 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 我们把它推到 就是有一个少年的财主 他来找耶稣 说 福祉啊 我们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 耶稣跟他说 你要守诫命啊 在旧约的时候 认识旧约的圣经 守诫命就能够得永生 当然基础还是信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 因他信 神信耶和华 神就称他为义 守诫命 他说我都守了 注意哦 他所提的是 十诫里面的六诫 都是讲到人伦的 其实这些啦 没有神他也可以做得到 道德劝说他也可以做得到 不要杀人 不要贪婪 要孝敬父母 这都应该做的 那耶稣说呢 你这样子做还不够 还有一件 不够完全 还有一件就是 你要把所有的变卖 然后还能跟从我 哦 这个少年人听了之后 就忧忧忧忧地走 他的忧忧的原因是因为 他把那个 他的 他很有钱嘛 他就把他的钱才当成神 把他比这一位真神 还要重要 把这个钱才 所以要跟随耶稣 你要放下自我 放下自己 就是那个你最宝贵的 你所拥有的 在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比较的时候 看你要耶稣 还是要 你所认为是宝贵的 拥有 所以他非常忧愁 那耶稣对付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要他放下钱财 有些人是要他放下脾气 有些人是要他放下骄傲 有些人是要他放下学问 有些人是要他放下专业 放下并不是叫你放弃 我们要多多地学习 我们有钱不是罪过 也不是要放下你的专业 放弃你的专业 而是要放下这些的意思是 在他跟神之间来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要以神为重 以先 然后呢 靠着神来胜过你私欲里面的试探 去发挥上帝所赐给你恩赐的这些财干 包括了你的专业 包括了你的钱财 这样子 有专业 有钱财 有你的健康的身体 又有你的聪明跟智慧呢 就非常荣耀神了 就不浪费了这些 就不会不存一个不感恩的心 以为这些是自己得到的 我们晨曦会到纪念经第40年 我常常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40年在旷野 什么都没有 神对他们说 这40年你没有走走你的脚 你没有穿破衣服 你得了流氧 你也得了房屋 可以安居乐业 甚至于得到你所拥有的财富 但是神提醒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 恐怕你们就心高气傲 以为所得到的货财 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 晨曦会这40年在台湾 就见证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这些的 我40年前 从香港来台湾宣教 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就赐给我们 很多的生命 很多的福音的果子 我们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 特别是在40年 神提醒我们 不要心高气傲 以为得货车的能力是自己的 而40这个字很敏感 耶稣 在旷野40天 是受圣灵的引导去被试探 我常常在想 受圣灵引导 圣灵会引导人 去被受试探吗 会的 这一节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马太福音第四章 圣灵的工作非常的 它就是让我们在磨炼当中 考验的里面 二度蒙招 如同亚伯拉罕 献上最宝贵的以撒 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大的试探 骄傲的试探 以及安逸的试探 拥有的试探 经验的试探 就渐渐在倚靠神的上边 推步了 舒服了 所以得到了 益处也不大 求主帮助我们 突破40年 再往前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下一代怎么样来 接棒 我们怎么交办 我们的交办就是先承传 承受上帝的恩典 承受上帝的话语 传承上帝的恩典 传承上帝的话语 这是我们希望传承的 不只是一个组织 一个结构 不只是一些物质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呢 要非常看清楚 我们来看 耶稣对门徒说 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 骆驼穿过真的门 比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 哇 门徒一听了这个话 骆驼要进入真的门 已经很难了 那个骆驼要谦卑 要放下他所带的货物 它很大嘛 经过真的门 那个也很小 已经很难了 那财主进入神的国 比骆驼穿过真的门更难 那门徒就讲了一句话 这样谁能得救呢 二十五节请答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就回答他们一句话 耶稣就回答他们一句话 二十六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谁能得救呢 就好像我们听到 父母帮助孩子戒毒也不可以 教育帮助孩子戒毒也不可以 施法帮助孩子戒毒也不可以 医学帮助孩子戒毒也不可以 亲情帮助孩子也戒毒 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戒毒 那大家都说了 那谁能戒毒啊 好难哦 戒毒本来就很难嘛 可是耶稣看着门徒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现在要问 神怎么能够能 神能是指什么能 我告诉你 财主虽然很有钱 神能够改变财主的心 以神为重 以神为首 我们以前都是想为自己的 什么都是很自私的 都不顾别人的 现在我们真的以神为重 以神为首 神改变了我们的心 这个叫做在神凡事都能 人改变不了人的心 神能够改变人的心 人没有办法赐一个新的生命 神能够赐新生命 因为它是道路真理生命 凡信靠它接待它的 就是它的儿女 也有属神的生命 神能做这样子的事 它能改变的 你看我们这么多戒了读的 同工弟兄们成立家庭 有些在外面成立事业 不多 但是也有 有些人在服事 都是神能做的 因为神改变了人的生命和心智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神是能够 那人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说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是啊 神能啊 那人到底要做什么 你说不要做啊 信就可以了 是 但是我们来看看 圣经怎么说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第九章 好 我们来看十四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 围着他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 十五节 众人一见耶稣 都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呢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夫子是一个尊称嘛 当时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哑巴鬼扶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留末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我想请问 不要 回到刚刚十八节 你看看被鬼捉弄的内容 像不像我们吸毒的时候 鬼把他摔倒 我们吸毒的时候 摔得东倒西倒 不管你喝酒或者是干什么 口中留末 你见过吗 我们见过 自己都是这样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这就是一个吸毒的人的情况 血造 毒就是在被鬼捉弄 我们被鬼在捉弄我们的生命 捉弄我们的身体 这里讲了一句话 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注意哦 门徒不能 我们人 为什么能 为什么不能 你说在神凡事都能 是 在神一定能的 因为神是创造的主 他是有磨成尽的大人 他又从死里复活 神一定能的 可这个话呢 你这样子讲 有些时候呢 就把他推到神里边 虽然你很有信心 可是神能 他要透过人 拣选了摩西 拣选了巴罗 来为他做工 那这个门徒 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呢 有人请他们去赶鬼 他为什么不能呢 我们来看下一节 十九节 耶稣说 不幸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不幸的世代 好 我们来看下一节 二十节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 重重的抽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我在陈西岛的时候 曾经赶过鬼 因为那个来戒毒的人啊 我们呢 当时都要剃光头的 因为呢 我们在香港 都留了头发很长 很脏 很臭 又不洗澡 那么呢 进去的时候呢 要成为一个新人 全身全心 都重新来过 就剃光头 结果呢 帮他理头发 剃完光头之后 他把那个头发呢 藏起来 放在那个文章上边 晚上呢 就在那边呢 天天晚上看了那个头发 哇 他就 有时候会乱叫 我那个时候 在上面看新人 就为他祷告 他竟然这样子讲 他不是讲得很清楚 他说 不要 祷告 他是好像 叫吼一样 祷告 这样子 哇 我听了之后 吓一跳 但是他的眼睛 就盯着那个文章上面的头发 我就叫 所有的同工和弟兄上来 跪在地上 祷告 为我祷告啊 那个时候我很害怕 你知道吗 哇 怎么会这样子的 就请大家为祷告来 陪我祷告 那个 心中的魔鬼 会扭曲人的样子 思想 身体 话语 这个鬼呢 会做这样子的工作 好 我们再看 二十一节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 有多少日子了 各位 我们在做戒毒的时候 我都喜欢问人家 他吸什么毒啊 他吸了多久啊 他借过没有啊 他在哪里接 他靠什么接 他坐过牢没有啊 因为这个背后呢 都有一定 坐过牢跟没有坐过牢 是不一样的 他吸了很久 跟吸了很短 又有点不同 但是呢 他靠什么吸毒 靠赌场吸毒 靠家产吸毒 靠自己工作去吸毒 那个人的心态又有不一样 所以 我们有一句话说 就圣经所讲的 详细了解你的流群 流星料理他 于是 用心中的纯正 和手中的巧妙 去牧养他们 所以耶稣就问他 有多少日子了 你得了这个病 你有多详细了解你的个案 羊群 你就有多留心料理他 回答说 我从小的时候 就得这个病了 好 二十二节 各位 女子把他扔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我们前面读马太福音 耶稣就说 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是的 可是神能改变人的心 他怎么去改变人的心 很多方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神使用我们 这些属神的孩子 属神的仆人 那为他做见证 去传福音 那这我们必须对他 要有信心 信仰 信念 信实 明白神的信实 所以呢 那个 少年说 我要做什么 才能得永生 其实他这个问题 也问错了 不是做什么 得永生 是信 谁 也能够得生命 信了之后再去做 要做的 所以我们要行善 不要逃避 耶稣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这个信心呢 是人对神的一个很重要 很需要的条件 其实我们晨曦会在四十年前开始 也不是很有信心 我也是蒙沙沙 就是顺服的心 忠心的心 照着去做 蒙沙沙里面呢 反而看见了 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靠着他 其实那个就是信心 你顺服 就是因为你相信神 那个就是信心 好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孩子的父亲 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这个祷告 非常的重要和需要 我们有时候 得不到应允 主啊 我真的愿意相信 但我信心不足 求祢帮助我们 很多事情 不能满上的成就 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虽然信神 但是蛮难过的 那个内心里面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今天有很多人 来来去去 我跟各位分享 昨天晚上 我去看一个弟兄 叫白铁 他已经77岁 他也是我们最早 起来借海洛因 也是黑道的老大 在万华那边住 他非常感动 他信了主 他在晨曦会 得到了救恩 他知道晨曦会 真的在帮助 在吸毒的人 他一直都跟我们 又到教会 又娶了一位太太 在教会服事 昨天晚上呢 我去到他的教会 正道 就在他的家附近 我正完道就去看他 他的太太 听说我要去看他 就告诉他 说刘牧师跟师母 要来看你 结果呢 他知道我们要去 他好高兴 换一件衬衫来看我们 他说他好高兴 晚上睡不着觉 一直在等牧师 我真觉得亏欠他 如果不是我到了他教会 去讲道 可能我还没有想到 要马上去看他 我也很想念这位弟兄 但是就没有行动 可是这次去到那边 一定要去 看了之后 他穿一个衬衫 他的小舅子说 穿一件衬衫都很辛苦 因为他是得了癌症 我就跟他说 感谢主啊 神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老战友啦 老弟兄啦 这样 他就笑 微笑 然后我握着他的手 很温暖的 一同祷告感恩 哎呀 看完他 他们说他很累 他也跟他太太说 我够本啊 吸毒吸了这么多年 能够活到77岁 没有想到 昨天我们去看完他的时候 礼拜天嘛 讲完道具看他 今天早上就得到消息说 他就离开世界 哎呀 我觉得很奇妙啊 神的作为 他天天等着想见的人 我们又东跑西跑 就在昨天去他教会那边 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看他 他还穿了身上来 已经就很想见我们 他好像得到安慰了 他就满足地离开了世界 安息在主的怀中了 我觉得我在福音戒毒里面 看到生生死死 看到有人信耶稿得生活得生命 生嘛 生得心生又得永生 死死 我也看到有些人 半途跑出去就死掉了 overdo 吸毒过量 也有一些人 表面上是信了 一段时间了 后来又软弱跌倒 也死掉了 也有一些人 没有信主的永远死亡 那个叫死跟死 生生死死 我真的看不出来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帮助一个人戒毒 除了福音之外 除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 除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拯救之外 但是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信靠他 你不要以为你信心很大 没有什么大的信心 我没有什么 我有忠心 但是却不一定有信心 就算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 我们要明白 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所以我非常得安慰 有神的引导和带领 昨天就看了白帖 好像送他一尘 他也得着安慰 微笑 穿着衬衫迎接 好像他得到安慰 就离开世界 主啊 人生何等的短暂和短处 我们要珍惜在永恒里的一个生命 活在现实里面 活得愉快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乌鬼说 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了 二十六节 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死了 很多人就问我们说 你们做不做赶鬼的工作 我们说做 怎么样赶啊 什么鬼啊 这样那样 我告诉各位 人死了不会变成鬼的了 我们讲的那个鬼呢 就是撒旦 敌胆神的 作为的一个魔鬼 撒旦 他就是在我们的心思 意恋 生命中做工 那个叫做心毒 这个鬼呢 就是用这种试探 迷惑人 让人呢 堕落在这个里面 所以如果有真理 有圣灵的工作 感动 在人心中做改变 他慢慢被主 摸着得着更新 那鬼就跑出去了啦 好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起他 扶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各位 我们要知道 是耶稣拉着你的手啊 扶起 扶你起来啊 你就站起来 做是我们在做 我们信任耶稣 要做这个工作 要行善 要去帮助他们 要尽量把我们的经验分享 要做好繁范的工作 是主耶稣亲自扶他起来的 他就站起来 二十八节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 我们为什么不能 赶除他去呢 很多人做主的功 也做福音戒毒 但是怎么不能 带领人帮助了人 戒掉这个毒品呢 或者把这个鬼赶出去呢 门徒自己问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除他去了 一个是 信靠神的大能 神能够做功 这是一面 第二我们要反省 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主做功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除他去 我们来看下一节 二十节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去 我记得晨曦会的三日之战 每个人来读音 发作的时候 我们就跪在地上为他祷告 破绝地为他祷告 不管他被鬼啊 好像吓倒啊 或者看到那个头发 或者是他要跑啊 这样子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啊 非用祷告 那然后呢 我们在戒毒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祷告 每天晚上睡觉祷告 你看我们的 门徒学院训练那边 都跪在那个地上 像神祷告的 我们戒毒所里面很多 但是呢 希望不要流于形势 我们要迫切地为这个 我以前都不懂啊 但是呢 真的是照着做 先照着这个形势做 慢慢地我们体会了 就会深入地了解 每天就感谢主 赐给我新的一天 昨天有好的睡眠 感谢主到了晚上 今天有平平安安 求主给我平安入睡 就这么多 很简单 什么都在感谢主 好 三十节 好 没有了 好 所以我刚刚分享那个 从不可能到可能呢 一个是 不是神做的 没有可能帮人家 真正地戒掉毒品 一个是在做戒毒工作的人 没有信心 也不用祷告 就在那边讲很多的经验和理论 也不能帮人家戒毒 我最近从韩国回来 韩国的牧师很有负担 因为韩国毒品越来越严重 他们邀请我去分享 神如果允许 我们将会在韩国开始福音戒毒 那你说怎么做啊 他们又不会国语 又不会中文 有一个帮我翻译的 他以前也是一个吸毒的 他以前也是一个吸毒 我就抓住他了 我说弟兄啊 我就把我的见证 回头之后 兼顾你的弟兄啊 我们愿意训练这样子的人 他又会韩文又会中文 他的太太非常的乐意 主若愿意 我们要开始这个工作 为韩国福音戒毒祷告 好吧 好 愿神赐福给大家 我不晓得下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没有啊 好 没有的话呢 我就把时间交给俊如牧师 看看俊如牧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等一下想到的再问 好 我把时间交给俊如牧师了 刚刚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线上的弟兄姐妹请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提上来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那如果说 或者是刚刚有提到的 刘牧师有提到了 好 好 这里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牧师 刚刚见证同工说 考晨熙门训多次 想请问考晨熙门训要靠些什么 通常没有考上的因素是什么 这个我来回答 因为我也是没有考上过 所以我也是很清楚的 其实 我那时候没有考上的原因 因为一开始 其实我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们的村主任 红牧师就跟我说 你先不要去考 明年你再去考 可是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是 为什么我要晚一年 我的时间也到了 我也是满两年了 我也时间到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不顺服 我就不想 而且我心里也觉得说 其实考试 考试不就读圣经吗 那我也觉得 我圣经读了很多了 我应该是考得上 我觉得我考上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看 心里想的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都觉得我很厉害 我都觉得我很行 所以后来我去参加考试了 我就参加考试 考卷 那个比试 我都觉得很简单 因为我平时都有读圣经 然后我就通过了比试 可是就是在那个口试的时候 我记得口试的时候 考官问我一个问题 考试官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一句 我差不多回答十句 我回答的比他还多 我就是觉得就我很厉害 其实让你感觉就是 心里就很骄傲 其实那时候我 我心里想的是说 我靠我自己的努力 靠我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考上了 没想到后来 若放榜的时候呢 就是只有我没有考上 其他我们的两个同学都考上了 那我没有考上 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心里非常难过 连要给上帝用都没有机会 所以我就回到戒毒村 当然洪牧师 很多的属灵长辈都有安慰我 那刘牧师 我还记得那时候 他也特别到台东来找我 带我去高雄步道会 然后路上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 他只跟我说 带我去步道会的时候呢 我当然就听他 就讲道 听他讲道 然后分享 然后他后来两天以后 他就叫我自己回到戒毒村 他就跟我说 你要好好地读圣经 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 为什么我圣经 圣经已经读了很多了 但是呢 为什么牧师还会说 你要好好地读圣经 我就回去好好地重新 在神面前好好地读圣经 后来我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没有考上了 其实我就在靠自己嘛 其实我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靠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考上是对的 因为没有考上了 你才知道说 你不能再靠自己 你一直在靠自己 当你认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通常这样子 当然就是没有跟随主的那个心智 就是你是在靠自己 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戒毒村 好好地读圣经 我终于明白 我一直在努力地靠自己 我没有真正地认识神 所以这也难怪 那时候我也想说 刘牧师为什么叫我说 好好地读圣经 原来我们圣经读错了 原来圣经读错了 生命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也没有信耶稣 就是靠自己的方法 要好好地读圣经 所以我觉得考成熙会门训 就是你要真的要完全 要认识 要相信这位神 因为你要知道 你在考成熙会门训 那是有呼召有使命的 这是你从神而来的领受 不是说我今天功课好 我今天成绩好 因为我们成绩会 当然 比试那个是需要一些 你要努力的 要读圣经是没有做的 也要的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 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 其实这问得出来 因为我这几次有参加了口试 参加了口试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是真的问得出来 因为他从你回答当中 他问的问题 从你回答当中 他就可以看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或者是说 你有没有真正有呼召 还是你想要 当然我们有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有时候他是还不太清楚 但是呢 总是让他去念了 念了久了以后 他也有可能会清楚 也有可能 可是上帝有不一样的方式带领 所以呢 通常没有考上的原因 只能说 我只能说 上帝的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就很清楚了 其实一年没有考上 也没关系 我觉得我回到戒毒村 重新 那时候红牧师跟我说 那也没什么 因为你是先学戒毒村的功课 学完戒毒村以后呢 将来你再去装备 那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呢 是上帝有不同的方式的带领 所以没考上的原因呢 当然因素很多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然后一直在靠自己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考上 或者是说上帝有时间 让他能够等候一下 也有可能 比如说 而且有的人是时间不够长 比如说在戒毒村的时间 有的时候两年 刚好两年多 然后也可能没有很多的经历 那也有可能是没有考上的原因 或者是他回答的 回答 有时候可能是紧张啦 或有时候一些平常准备的 就是他没有想清楚那些问题 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去跟随主 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想上帝有上帝的时间 上帝有上帝的方式 这是我觉得我们晨曦会 不过我感谢主 就是有我们考一次两次的 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变 有成熟了 经过一次没有失败 然后在戒毒村重新再来 好好的装备 其实他是会学到一些东西 那只是一个不一样 现在戒毒村先操练而已 操练完以后 你食物的先操练 然后接下来时间到了 上帝的时间到了 你再来考试 再来念戒毒学院 或许会也不错 这也是上帝的带领 所以总是有上帝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没有考上没有什么 因为总是有上帝的时间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刘牧师福音戒毒在宣教上 在欧美 太北 缅甸等地的发展与做法 和台湾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刘牧师 各地的福音戒毒 原则上是一样 都是福音戒毒 这个观念跟概念要非常的清楚 因此处境上面就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福音戒毒宣教 我们在欧美 人数不会多 因为欧美已经 就是把毒品合法化 他们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地方 有些人拿了这些社会服务金 他们都去吸毒了 差不多就不推动来戒 因为他们觉得 戒要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成本 花很多的代价 所以干脆就给他合法化 让他可以说是放弃了去戒毒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最不讲人权 最不讲人权 因为戒毒者人的一个权利就是 可以去戒嘛 你给他去 可以戒得掉的 我们常常说 纸张都能够再造 paper都能够再造了 那个人不能被再造 何况是神的作为 那太北又有不同了 太北处于金山脚 金山脚它吸毒的对象 不一定好像我们这些 会黑社会搞什么 那么他们就是那个环境 因为金山脚产毒 中毒 制毒 贩毒 卖毒 吸毒 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的 因为环境 所以看到那些孩子都是很乖的 家庭都很乖的 可是环境上到处都有吸毒 可是还是福音戒毒 我们用的方法 就跟台湾的 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都一样 就是找一个农场 在欧美我们就找不到农场 主流社会 他们才能够找得到 我们就是找个小小的地方 能够住多少个就多少个 那么在泰国也是搞一个农场 也是为他祷告 那么因为对象不同 他们有些的遭遇的不同 还有要训练的内容不同 但是相同的就是 我们也是有门徒训练中心 那没有中途之家 那边没有这个 我们就用农场在做这个 因为有些人 连中文字都不会的 少数民族吸了毒 天天让他来看 耶稣的作为 唱歌 享受这个主的恩质 所以在那边做的 在发展上有点不一样 那么 所以缅甸 缅甸也是 缅甸是一个毒库 但是缅甸很多人接到毒 因为福音的 也很多人去做福音 接读的 原则上都一样 就是一个村子 每天种植 运动 养植 读圣经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鼓励他们去 他们没有门徒训练中心 他们可以有一般的神学院 鼓励他们去献身 那么这个人在时间上面 他长久了 对信仰有所领悟的话 领受的话 有操练的话 他这个人会改变的 我还亲自 早期 早期那个时候 药物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医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我就看过了 艾滋病 生小孩 他们也不怕 凭着信心去做 所以 大概跟台湾 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是在这个方面 好 大概是这样 没有考上 门训的 这个训练学院的 圣经不及格就考不上了 什么都及格 圣经不及格就没有办法了 第二 如果你圣经考得很好 其他的学科考得太差 也有可能考不上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来面试的时候啊 考试官看你那个态度 有些人考得很好啊 以前有一个读大学的 他很会考试 可是他态度不好 很骄傲 也没有考上 这种原因也有的 口试啊 在口试上有骄傲 或者答得不清楚 问你为什么要来考门训呢 答得不清楚 那么有没有呼召使命 那这个我们在借助的时候 都不是很清楚的 这个需要慢慢的 清楚跟操练 所以有这种原因在里面 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把时间交给君如牧师 好 刚刚讲到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也想到说 其实刘牧师一直提醒我们 在福音戒徒上面呢 我们是要建造人的生命 不是一直用它 不是用量 不是在说 把工作做了多大 刘牧师一直提醒 在工作上面呢 如果你把工作发展到很大 结果人没有得到福音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们是要帮助他 要带领他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真正的得到生命的帮助 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福音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 没有什么不同 一样的地方就是只有福音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坚持 这也是我们从刘牧师一直在 所以每次我听到刘牧师说 你要知道的 你要一定要想到的是 他的生命 你要在他的好处上面 他的生命 有没有得到帮助来思考 该如何帮助他 所以刘牧师在推动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要同工的再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 我们对福音的 前很多老师 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得到长进 这是我觉得是一样的地方 就是为了让福音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福音的好处 不是在做一个工作有多大 工作有多大 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没有福音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在戒毒宣教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坚持 一定要福音 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是我觉得 各位当工 对 我知道 现在我们慢慢把这个 这样子 大家好 晨曦之光 彩虹 哈喽 好久不见 Rainbow 晨曦之光 荣超 传道 他们那边已经两年了 不容易 守在那边 直到如今 真正在做一个福音戒毒的陪伴者 巧克力也上来了 Andrew Bruder 福音戒毒 爱家贝 大家好 还有 荣宋 有没有 香港的 有 荣云忠 大家好 大家好 打救护同那边 哇 以便以谢也有啊 感谢主 看到越来越多了 以便以谢 亚杜兰 建豪 还有门讯 亚杜兰 亚杜兰 基隆尊 哇 太棒了 林亦宏 是不是我们弟兄林亦宏啊 阿坤 阿坤好 阿坤好 我都没有办法 有爱协会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马林春 立真 看到大家 虽然不能够当面 但是在这边跟大家打招呼 庆凡 福音戒毒真是神奇妙的作为 在今天这个世代 非常非常 我们非常看重 因为今天传福音 一方面不容易 一方面很容易 看你怎么样 取决于你的态度 现在世代混乱 甚至于在信仰上边 信念上边 都非常的混乱 福音戒毒没有什么花招可以搞 福音戒毒 只有坚持回到圣经上边 坚持清楚明白 十价救恩的福音 这才是能够真正拯救生命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 这样子的信念 信仰 信实 因为这些都是从上帝的信实 产生出来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继续奔跑前路 做下去 所以期待啊 今年四十周年 大家共相圣举 来过一个感恩的聚会 这样子 好 我把时间交给坚如牧师 好 谢谢牧师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报告一下 下次的课程 我们下次的课程是 3月11号 3月11号 我们是邀请到 刘连颖传道 他来分享信息 他现在是 陈续卫行政中心 人资部的主任 刘连颖传道 他的讲题是福音戒读圣经中的三件事 好 这是下星期的课程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的见证的老师呢 是苗栗村的同工 黄振极老师 他会来分享生命的故事 然后我们有留言颖传道 还有黄振极老师 要来跟我们分享 这是我们下次的课程 3月11号 欢迎大家在3月11号 下星期一 我们同样在线上 我们一起来分享 上帝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分享福音戒读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来感恩 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主 我们透过今天神的话语 也再次的提醒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 要有信心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再能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主我们只有将自己交托仰望 在主你的手里 主啊 不靠着自己 乃是倚靠你的大能 求主你继续带领 保守看顾 谢谢主 求主来保守我们 所有的课程 都有上帝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